俗称的汉父原母案在去年宪法法庭宣判违反宪法保障原住民身份认同权和平等权 今年9月在行政院提出修正草案后 要取得原住民身份仍有三道门槛 第一是使用父货母的原住民族传统名字 第二是使用非原住民姓名 但是要并列原住民父货母的原住民传统名字 第三是汉具有原住民身份的父货母的姓 11号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审议 原住民身份法它联动的就是姓名条例 我想要先问一下原民会 你同不同意单列原住民族 既然我们是国家的一人 是啊 对嘛 不过回头来看原住民身份法 收养的子女要取得原住民身份 当事人得申请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原住民族传统名字 若当事人未成年由法定代理人以书面约定申请 成年后则是依照个人意愿 并且除了出生登记外 取得原住民身份在未成年和成年后都各以一次违宪 在条文协商时 谈及养父母和本身父母 在子女取得原住民身份发生争议时 也应该依照试字第28号解释 就算子女被收养但和本身父母仍是天然血亲关系 也就是直系血亲应该加以保护 养子女得以利害关系人身份 依附及法第65条规定 向父证书所申请本身父母之父籍资料或父籍等本 当天下午大约半小时协商 限判字第4号也就是汉父原母案修正的原住民身份法修正草案 看似顺利落幕 但是联动将进行修正的姓名条例 在接下来的协商中确实困难重重 有人向您给看佛罗亮地法院采访报道